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悉 张嘉年的太太是台湾人 当年两人透过已故导演杨德昌相识 之后便开始拍拖 结婚多年来 两夫妇预有一对子女 家庭相当幸福美满 虽然在戏中 张嘉年经常以恶人形象示人 但在现实中 他却是一个百分百慈父 如今子女已经长大成人 儿子成为立名IT职员 而女儿则从事文创工作 据娱乐圈事业无关 张嘉年又感叹 在娱乐圈生存多年 深深明白各种艰辛 他亦不希望子女出道 在这一行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走的 张嘉年与太太的感情一直很好 他透露每次收到新的剧本后 自己都必定第一时间 拿回去给老婆过目给意见 二人非常注重沟通 更非常尊重对方的意见 他说 他当时看完叔叔剧本后 强烈要求我去接拍 就算明知道 有一场男男的亲热戏 他都说不介意 不过我跟袁富华的亲热戏 都是点到极止 我入行这么久 荧幕初吻就给了陈勋奇 接到角色 太保有一丝迟疑 他们导演 自己适合吗 杨耀凯让他放宽心 不要有太大压力 这只是一部文艺片 并没有过于暴露的尽头 太保转头再跟太太商量 也得到了家人的鼓励 子女上过大学之后 也欣赏过艺术电影 但还是问了父亲一句 爸爸你行不行啊 从香港动作片 走出来的太保 演同志类型的电影 真的可以吗 这也让观众质疑 从影片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来看 太保精准展示出了 男主阿博拒绝接受自己身份 却渴望爱情的矛盾感 此外 电影还强势入选 釜山影展 柏林影展 并且击败52部香港电影 一举获得第26届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的最佳电影 男主角太保 也同时获得最佳男演员奖肯定 成为他从影50年来的首个大奖 叔叔得到了官方的嘉奖 纵使没有轰烈的情节 仅凭人物淡然的眼神交流 简单一字一句 克制的肌肤之亲 细腻刻画出老年男同志的黄昏恋情 与此同时 太保还把传统家庭角色 与个人情欲之间千回百折的心理挣扎 透过细腻的反应 精准拿捏 一脸沉默以叫人动容 据悉 除了金像奖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奖之外 该片还获得了 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泰迪雄奖的提名 以及第56届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 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配角 最佳原著剧本奖 四项大奖的提名 70岁 太保终于凭借叔叔 斩获人生第一个影帝 在金像奖提名的时候 记者问他 对金像奖是否有信心 他说 天赋是老天爷给予的 努力是靠自己 市场的价值等观众了 我也希望评论学会后 将这个幸运带到金像奖 无可否认 太保绝对是金像奖历史上 最不出名的影帝 而70岁的他 也是金像奖历史上 年龄最大的影帝 但恰恰也因为这些 不在聚光灯下的真实 让太保这个金像奖影帝 分量十足 他并不姓泰 太保只是一名 他本名叫张嘉年 太保出生在香港 一岁的时候 也随爸爸居家 搬迁至台湾省 读完小学后 又回到香港 太保这个名字 其实来源于他很小的时候 因为两次搬迁 香港的小朋友们 都用粤语叫他台保 也就是台湾来的阿飞 由于口音问题 最终太保却成了 伴随他一生的一名 太保的师父很有名 五马 十八岁那年 他跟随师父踏入电影圈 由于颜值不高 经常帮着导演打杂 对电影也越来越熟悉 越来越喜欢 起初在邵氏电影 太保以做场际 幕后为主 还是因为形象原因 他最大的目标 是当导演 不想机缘巧合 太保被成龙看中 加入了成家班 并开始在电影中 频频露脸 因为成家班对能打著称 那些能力前武功高的 很容易出人头地 比如袁华 嫡威 卢慧光 而太保身形瘦弱 又是半路出家 最大多饰演那些幽默风趣 几招就被搞定的配角或反派 比如 奇谋妙计五福星中的陈超女婿 经警察故事中的小反派 以及金武门中 夜星野脸的那个汉奸 最观众熟知的 应该是A计划中的一个水景 而电影中他的名字也叫太保 洗澡的那场戏 他还很心机地 站在了成龙大哥旁边 酒吧打架的时候 太保也贡献了 全篇最让人捧腹的几个笑点 他是第一个被面条抹脸的水景 之后就一直拿着一盘面条 想抹别人 不想每次都阴差阳错 不是抹到身旁女孩的脸上 就是抹到自己脸上 别看太保都演港台动作片的配角 在那个黄金时代 他拍摄的电影有百部之多 百科中对他的介绍寥寥几笔 可他的作品却多到数不完 香港电影的辉煌时代 涌现出很多明星 武行出身的 也不乏成龙 原彪这样的国际巨星 但更多的 是像太保这样 几十年如一日 但依旧是绿叶的配角 有人演了一辈子的电影 也不为人熟知 塑造了几百个角色 却没有一个能给人留下印象 可他们依旧坚持着 或许这才是生活 才是现实 回想起八十年代 香港电影的辉煌 太保自嘲道 每次拍电影都要挨打 我经常在动作片要挨打 但都是一种乐趣 自己小心一点就可以 不过有事打起上来 洪导演那种硬桥硬马 没有软电再踏在地上 毫不简单 想有替身 洪导演会说 不如我替你了 但太保又直言 他很怀念当年的辉煌年代 因为那真的很开心 看得出来 虽然有明星梦 但他是真的喜欢电影 喜欢自己从事的职业 从成龙到洪金宝 从徐克到许冠文 属进太保的职业生涯 你仿佛看到了 香港电影最辉煌的画卷 与诸多武行人员不同 太保的晚年 才真正开始做一个演员 千禧年后 年过五十的太保 开始慢慢转换戏路 他抛开自己之前的五大反派 对各种类型的角色 都有接触 2000年 电影运转手之恋中的父亲 就很出彩 也为他赢得了诸多配角 一生都难以企及的荣誉 入行至今 他拍过的电影电视剧 已经超过300部 正在这无数配角的 露脸过程中 太保形成了 只有自己的一套表演模式 这模式经过岁月的打磨 历经时光的沉淀 比任何表演都自然 都了无痕迹 无论是踏雪寻梅中 王家梅的生父 还是这次叔叔中的老年同志 太保仿佛是在摄影机前 诉说自己人生的故事 那般从容 真切 是很多演员所谓的表演演不出来的 而斩获金像奖 不仅仅意味着 太保老先生 在人生末段 到达了演艺事业的巅峰 更意味着 这位几十年如一日的黄金配角 终于得到了观众的肯定 活到老 演到老 我没想过退休 最好日日开工 我不怕累 一开工就精神 太保这样说 他从没想过歇息 而是将表演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甚至毕生的事业 吹进黄沙使道金 太保用最平庸的岁月 诠释了最古老的法则 在整个社会越来越浮躁 越来越追求洁净的今天 他用七十年 为我们上了最宝贵的一课 说什么后浪前浪 太保就是那种最珍贵的前浪 也是所有后浪应该学习的榜样 没有什么一夜成名 每个成功的人 在你知道他名字的那一刻 都是用时间换空间 不知经历了多少坎坷心酸 和世事浮沉 可那些坚持下来沉淀下来的 才是真的人生 太保的演艺生涯 前半段看似默默无闻 他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香港立足 紧接着 他见证了港片 从巅峰走向没落 为了生存 他开始拖宽戏路 尝试不同类型的电影 而庆幸的是 在最近的二十多年内 他从一个武行 逐渐变成一个演员 电影《一代宗师》中 有一句台词 念念不忘 必有回应 从演员太保的身上 看到一个演员的坚持和信仰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